作詞 曲 李宗盛 11月18號,98年到英國 就開始走上了打工的路 常人街一幹,就是九年 2003年他們就破產了 租的房子,裡面有留學生 有时间我们就给他们做一下 大盘鸡 拉面 他们最后一吃说 这么好吃的东西 开餐馆太酷了 我叫白雁廷 是新疆风味的老板 我叫李继华 是新疆风味的老板娘 我们结婚41年了 因为新疆人比较豪爽 喝茶用大碗 吃菜用大坛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大坛鸡 有麻 有香 有辣 还有一点点甜的味道 肉再加汤汁 再加土豆 再加这个面 它混合出来是绝配 大盘鸡发源地就是沙丸鲜 70年代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还因为刚开始开的时候 是在路边店 很多司机和一些游客 是尝一尝的 一吃口碑很好就传开了 所以人们都到沙丸去吃大盘鸡 大盘鸡主要是以红烧为主 锅热以后加油 油里要加糖 糖融化了以后 倒入鸡 把鸡 烧的色泽变为金黄色 我再注入一些开水 就要加盐 辣椒干 加花椒 用了我们私家人的 我们家的人的一些配料 这是我妈妈的配方 至少有八种十种 放入土豆 把土豆炖得跟那个味儿比较溶解了以后 这个时候放一点糖 放一点葱蒜就出锅了 切剩下油 面丸师傅下好了以后 面丸师傅下好了以后 就把面放入汤汁里 我們就可以上一櫃 因為我剛開始在這裡待了一年 我一看挺好 他也想著讓兒子出來 反正滿腦子一天沒有想到什麼其他的 就想著為了讓兒子有更好的機會 早上去對唐人街五十多家核粉送進去 第二份工就到一個泰國餐館去打工 唐人街有很多那種Dim Sum的推車小賣 其中我是做這個了 餐館又是廣東人開的餐館 我不會說粵語,聽不懂粵語 他對我確實不太友好 最後我下決心了 我和我老公兩個人一定要開一個自家的餐廳 當兒子畢業吧,正好2008年我們就開始了 我和我老公兩個人是關廚房內的 我兒子負責的很多 我不希望我培養我兒子作為一種廚師 廚師對他來說浪費的機會太多了 從40多歲就在廚房裡做這一生 做到60多年 將近十幾年 確實挺荒廢的 他們可以說為了我 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基本上是全年幾乎無休 所以這點我是非常感激他們 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 他們早日退休 早日過上一個比較輕鬆熟悉的生活 我們想念新疆嗎 肯定的,我的家鄉肯定很想念 我們沒有在倫敦給新疆人丟臉 我們還算是不錯 好看 Up next we visit a bakery in London that sells special pineapple buns stuffed with sweet shredded coconut Stay tuned 啊 啊 啊